刚刚跨入2024,美国就收到了一个红灯警告,当地时间1月2日,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份报告,报告显示美国国债首次达到34万亿美元,又刷新了记录,再创历史新高,距离上一次突破33万亿记录,只过去了三个月,这一切显得有些匪夷所思。 早在2020年的时候,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,就已经对国债展开了一次预测,在2029财年,美国国债才会到达34万亿美元,如今却提前了整整五年,34万亿美元,你单独听这个数字可能没有什么概念,但是一旦将这个数字落地,你就会有很强的冲击感,让我给你慢慢剖来。 美国有3.3亿人口,34万亿美元,相当于每个人背负着10万多的国债,如果每人每月以1000美元的速度去偿还的话,需要22年的时间,这还只是理想情况。 首先不一定每个人每个月都拿得出1000美元来偿债,因为自己还有一整个大家庭需要照顾,哪还有额外的钱用于还债呢? 其次国债还会不断增长,不可能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数目。 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主席麦克金尼斯向路透社表示,美债达到34万亿美元,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结果。 这是政治领导人不愿意做出艰难财政选择的结果。 此次国债金额达到34万亿美元,其主要原因有两点,美国税收收入降低和支出增加。 美国税收收入降低主要原因还是在于,在2020年疫情期间,为了应付员工罢工、商业不景气、经济停摆等问题,通过大量举债来使经济稳定,但供应链危机致使通货膨胀加剧,使得偿还国债的成本增加。 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认为,即使没有2020年疫情举债的行为,美国自身结构所存在的问题,也会导致债务不断膨胀。 外交关系委员会组织在一篇名为《美国国债困境》的文章中写道,为解决债务问题,大多数预算改革计划都寻求增加税收收入,但国会中超过80%的共和党人,都签署了永不增税的承诺。 这限制了立法者在创收方面寻求妥协的能力,事实上近半个世纪以来,老美一直在银池卯粮,在美国特色选举政治和霸权政治作用下,大量公共资源遭到严重浪费,政客勾打相关利益集团,为维护世界警察地位疯狂扩张军费,近年来美国军费持续攀升。 从2001财年至2023财年,美国用于发动战争的开支,达到了惊人的15万亿美元。 2023年12月,总统拜登又批准了2024财年国防预算。 2024财年,美国将拨款8860亿美元,用于各类军费开支,较上亿财年增加近300亿美元。 该数额为历史最高,预计到2032年,这一数字或将增至9980亿美元。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,大搞代理人战争。 在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利比亚、也门战争漩涡中不能自拔。 如今又介入俄乌冲突、巴以冲突。 美债如果不飙升才有问题呢? 在这些战争中,美国损失了近5万亿美元。 平均到每个家庭的话,大约是4万美元。 但是要知道军事战争上的费用,可不止包括武器、军事装备,还有其他的一些隐性开销。 美国大约需要用2万亿美元,来照顾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、退伍的军人。 战争离不开情报、信息来源。 自然对于中央情报局,以及其他情报机构的开销也是不少。 这不是只是军事方面,卫生方面也是问题重重。 2022年,美国卫生支出达到了4.5万亿美元,相当于每个家庭3万6千美元。 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,也是全球最高的卫生成本。 但事实上美国的卫生并不好。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全球中也只能排在第40名。 这种欺骗对本就负债的美国来说,无形之中增加了压力。 不断增加的债务,无可避免的损害了其他公共领域的投入。 美国在政治选举方面也是开销不菲。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筹款方面具有显著优势。 于是民主党人也不得不发挥超能力。 一些顶级筹款人甚至可以获得更高的职务。 2020年大选之时,1630基金收到奥米迪亚捐款4500万美元。 收到亿万富翁索罗斯,捐款1700万美元。 收到瑞士亿万富翁怀斯,捐赠1.35亿。 共募集了4.1亿美元资金。 这份天价资金在选举中,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 民主党利用网络无数选民手上的选票,得以帮助拜登击败特朗普,并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。 公司没钱会倒闭,国家没钱也会关门。 2023年11月,为避免政府关门,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支出法案。 这项支出法案的资金,只能撑到2024年2月。 该临时支出法案内容,将包括交通、住房、能源等多个部门的政府资金支持延长至2024年1月19日。 其他支出法案,包括国防、国务院、国土安全部,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资金支持,将延长至2月2日。 到市资金耗完后,美国政府将再次面临停摆危机。 国债一直是作为优质资产投资的,也是缓解债务问题的有效措施。 然而美债却是老美转嫁风险的工具。 自美联储加息以来,利率飙升,美债的利率久居在高位。 10年期美债到期收益率4.98%,30年期达到了5.1%。 随着美债总额的增加,政府支出的利息随之攀升。 CRFB的数据显示,国债利息支付预计,将是未来30年联邦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。 老美为延缓债务危机,大量印美元,在世界范围内制造通货膨胀,妄图稀释债务,让全世界承担美元泛滥的后果。 首先被收割的就是跟班小弟,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跟着老大混,竟然会落到如此下场。 此外,美国民众负债问题也日益严重。 美联储系统数据显示,美国居民的总负债额超过了15万亿美元,人均负债5.8万美元,过度消费和滥用信贷,使得个人债务逐年攀升。 据还联数据显示,美国个人无抵押贷款也创下了新纪录,在2023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250亿美元。 截止2023年12月,美国民众信用卡债务高达1.1万亿美元,平均每个持卡人欠债于2.6万美元,这导致个人和家庭财务压力增加。 与之同时,美国破产申请也屡创新高,美国数据公司的数据显示,2023年破产申请案件同比激增18%,包括商业与个人的破产申请。 数字由2022年的37万件,增加到44万件,美国企业难以为继,企业重组从2022年的3819件,猛增72%,升至6569件。 个人破产申请案,增加41955件,增长18%,2024年破产申请将会继续飙升。 美国银行也没钱了,2023年国际评级机构汇议与穆迪,将10家美国中小银行的信用评级进行了下调,并将6家大型银行列入下调观察名单,还将11家银行的评级展望定为负面,都指向了美国主权信用和源自银行业的债务问题。 目的报告指出,许多银行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,盈利压力予以增加,而这恰逢美国经济面临温和衰退的局面,银行的资产质量或将持续下滑,尤其是在商业地产投资领域风险加大的情况下,随着利率攀升,债券投资组合迅速贬值,拖累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。 硅谷银行,签名银行和低共和银行接连破产,两党政策中心经济政策主任阿卡巴斯,就美债飙升现象,犀利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,可能意味着很快就会产生非常糟糕的后果,这可能意味着利率飙升,经济衰退并导致更多失业,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或消费者价格出现奇怪的变化。 这完全是一个死循环,美债就像停不下来的雪球,越滚越大,也越滚越快,有点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长久,至于啥时候那个啥,聪明人都懂的。